北京时间今晚20点,中超第14轮联赛将迎来多场比赛,七州焦点之战当数国安客场小镇山花了,两支中超传统净旅相续看点十足, 两队无论从历史恩怨还是如今的渴望新生,都有说不完的话题,而国安要想保住自己的领头人位置,那就必须拿下喧花,国安靠什么赢球了,当然要靠巴坎布的进球了,不管本赛季中超最终结束,国安取得咋样的成绩,但就目前的表现来看,国安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,不得不说本赛季东窗的演员效果非常好, 尤其是比埃拉跟巴坎布这两笔引人,如今这两人已经成为球队当之无愧的大腿,再加上奥古斯托跟索里亚洛,这四名外援上谁都让人放心,尤其是作为阻力前锋的巴坎布,如今已经打进了十球,目前巴坎布已经参加了十场中超了,除了首战队阵路能没有进球, 其他球场比赛是每场都进球,连续球场进攻打进了十球,此外还有两次助攻,球场黄造十二球的数据,但金中超也没有哪个球员能够有这样的数据,巴坎布是本赛季金薛和MVP的有力竞争者,各场条件甚花,对于双线作战的国安来说, 他们需要巴坎布阵出来为球队拿走三分,周中逐渐被阵上防队的比赛,巴坎布就轮休养金薛锐,准备队阵深花了,今晚面对深花,巴坎布将是国安前场最尖锐的历剑,而深花指红的防线也将给他机会,说深花的防线是指红的,此话一点不假,国安的防线其实也不好,十三场联赛丢掉了十九球, 但深花的防线更差,十三场中超丢掉了21球,对于巴坎布来说,这是一个难得刷进球的好对手,而这些有可能让他跃居失守榜投名的位置,他现在距离无类只是两个球的差距,从以上分析来看,今晚国安对阵深花的比赛,两队防守都一般,各自的前锋都有机会,而要乱进攻? 国安是目前中超最强的队伍没有之一,所以巴坎布能进几个球成为第一看点,带鼓龙 旁边来直接点,带鼓龙